好大的架子 寇相 既然邀下官义士 自应以礼相待 为何久后不出 邀你义士 你也配吗 寇相这是何意 丁卫 这个门恐怕你是进的 出不得了 寇相难道歧视大臣吗 是 大臣 这里只有士君犯上 谋判作乱的逆贼 寇准 因为梁府重臣 你竟敢私刑拘押 就不怕枉法吗 看看 咱们的丁参政死到临头了 还要嘴硬 刘飞作为士君的幕后元凶 已经不负往日威风 在皇宫中郁郁寡欢 好像静静地等待着 异国帝王的审判 郭怀来回丁卫的话 让他安心 此时的皇帝满脸的不开心 也不知道扣准和包准 查出什么了 李玉情绪低落地问 他是希望查出来 还是不希望查出来的 皇帝也不知道 只是希望不是刘飞做的 陈飞告诉他 事实 希望会破灭的 那么如果查出是刘飞 皇帝又会怎么做 皇帝犹豫之下下 狠心要赐死 一旦证据确凿 就是是君谋反之罪 赐死算是轻的 陈飞看着很觉得皇帝问 多年的恩情 就不顾念了吗 皇帝也想顾念 但是朝中大臣不同意 特别是扣准 陈飞又问如果交给皇帝来查 还是要赐死 除此以外别无他法 祖制 公规 朝纲 律法均不能容 皇帝可以网开一面 但不能网开四面 谁让这个狠毒的女人 连丈夫都杀 陈飞叹气 她是女人 女人可怜 可皇帝就不可怜吗 难道她做错了什么吗 她真想做一个人啊 看着皇帝的样子 陈飞忽然感到悲哀 这个晚上 她连着输了三个赐死 此时 我的心里竟然萌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 似乎她在说的 不仅仅是刘娥 这种误伤其烈的感觉 由然而生 竟然难以抑制 张手正被毒死 不知情地 扣准 包拯议定破案之事 和欧阳春已经安排好一场好戏了 突然 随缘黑妖胡志化 已被人杀死丢在院中 当胸印着红色手印 扣准看出 和南侠 斩召一样 苦苦思索谁是凶手 这个人到底是谁 欧阳春表示会追查下去 扣准却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感觉到了一股妖气 很重的妖气 而城外荒林中 花冲的师父 老妖摩天仇阴森森森地出场了 第二天 皇帝询问案情 新进展 扣准将查到的结果 一五一十地告诉皇帝 他们觉得一定是那个张正 将孙体侠交给了幕后元凶 此人被杀死灭口了 由此说来 只要审问张正就真相大白 扣准立即派人 给了他一天时间的张正 没想到 今早就服毒自尽了 扣准一脸颓丧 他应该把张正扣在府中的 真是后悔不已 丁卫 却狗拿耗子假慈悲 竟然替扣准说话 毕竟太守者 风将大力 扣准也不能无缘无故扣下 想来 正是这张正情之失败 难以逃脱二位 大人的追查 惊恐之下服毒自枪 然后再认罪 是他举人不当 用人不擦 有失职之罪 皇帝又不会怪罪他 丁卫放下心来 那么这件案子 该怎么办 扣准垂头丧气 这件案子唯一的线索 全断 只能从头开始 更是提议让丁卫来参与此案 助他一臂之力 皇帝跟丁卫都懵了 这人葫芦里买的什么样 扣准只说 以他和包拯之力 无能担此重任 丁卫这下放下戒备之心 爽快地答应了 皇帝再次提拟醒他们 谨慎查查 切不可一物军机 这正宗扣准的下怀 出门还跟包拯议会搞定了 这时丁卫也出来 故意挖苦扣准 作为当事贤臣 遇此小小挫折 岂能这般泄起 扣准表示 无能为力 趁此时机 邀请丁卫到他的行管议事 丁卫不已有他便答应了 得意忘形的丁卫 还不知重计了 包拯不免讽刺他 仔细中山狼 得知便猖狂 他这一回府可有的忙了 扣准也安排换支的 扣准也安排换任务 就是让看到他出来 立马拿下 是谁呢 皇上和陈琳闲逛 总觉得 今日的扣准很奇怪 他可是 天下文明的审案纪念 当年为杨家出头 审判人每一案 便以杨明 其后查柳州 半熙和 绝幽宴 庄庄渐渐 都是棘手的案子 今天却和极为不合的丁卫 搞到一起了 看来里面有蹊跷 依陈琳看 他们已经找到破案的方法 皇帝看扣准一脸 愁容不像假装的 想来定有难言的苦衷 皇帝还是不希望是刘妃 丁卫回到府中 非常高兴 张正服毒自尽 寇老二一筹莫展 今日在行宫中垂头丧气 真是可笑啊 他竟然要我助他审案 看来 他已经是前驴技穷了 寇老二诡计多端 其中会不会有诈呀 此事我已经想过多少遍了 慕容狗权不知内情 整个案件只有在张正这一点上才能突破 而今张正已死 即便他扣准有诈 我也不拒于他 不过花冲和邓车不能露面了 一旦露出马脚 后果不堪设想 让他们连夜回京 在他的府中悄然折服 而他自己既然要他参与审案 必然做出几件事来让寇准看看 寇准要欧阳春把手监视丁卫 一定不能有漏网之于逃走 包拯这时通传丁卫到了 寇准正等着他自投罗网了 果然丁卫等得不耐烦了 扣准把他扣下 扣准 你 包拯好言相劝 他身为国家重臣 将实情到来 尚可保命 否则就是抄家灭门的大罪 丁卫不屑 一个小小举人算什么东西 也配合自己说话 包拯拿出官大一级的令牌 他敢抗制吗